4月9号119 4月10号110 4月11号就是双死仪 就是要告诉我们 放火放刀放多瘦 你们喜欢吗?我是文杰 最近最火的是莫斯 当然是双死仪 最近你们多瘦了吗? 吻我 那就用亲身经理跟你们聊一下 双死仪的桃楼 第一个 提前脏架 前几天妈妈就跟我说 文文,双死仪要来了 我的蜜买的呢 油买的好不好? 乖乖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双死仪卖东西 哦呦 等我在天喵超市一看 集体涨价 之前五楼是能卖到的油 只卖一下涨到80多 国中慢建下来 比之前卖的还要贵一些 而且慢建送的卡 还有我儿子消费 这就是我们说的提前涨价 一个礼拜以前 我的网上看了一条行链 9块9 好看是好看 但是我觉得太便宜了 这是一分钱一分活的原则 我没敢买 那小的双死仪我在购物车一看 一哈涨到一波五十八 直接翻了十五百 我想之前也太好赚了吧 而且销量不少 是之前卖的人占便宜了 还是后面卖的人就要直上谁呢? 第二个 鱼熟围款 前连双死仪卖了不少鱼熟的东西 等我服完唯一款以后发现 当时卖的价格和鱼熟的价格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 整品还更多 当时我那个鱼门 定金还不能抬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买双死鱼熟的东西 第三个 卖见陶楼多 C连卖一本就是就见二十五 天喵 卖两本见三十 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 然后国中名词 导手夹 鱼熟夹 金铁 红包 尾款夹 优惠拳 而且闪法五花八门 我通常是拿着一个鸡山旗 一边点一边闪 仇丹 看到牧师都想仇丹 本来卖无数万元东西 为了仇丹 卖成一拨 冒到一点手手工地 都不好仪式过双死 偷人想起来 当初熟悉王狗是为了省钱 真是 啊 啊 第十个套楼 游戏红包 折一锅 我竟然没上当 因为能花大时间 挤起来的一桌两桌 我看不中 但是我相信 又不少人都玩这个 希望寄少成多 喵鼻啊 喵唐啊 我说的对不对 最后一锅 让大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大手举撒手 今天双死亿 截止到十二点三十分 我进来一单都猫下 我又不是 你们以为我省钱了 当然不是的 我有两个淘宝豪 一个爸爸VIP 一个一脸买不了几次的小豪 小豪平时总是发一些小红包 勾的我可买 大豪一跌都猫的标识 双死亿来了 大豪给我发了一个三千把件三百的红包 真是大手笔啊 为了抽单 为了把了三百块钱红包勇取歌 我拿了第三期 电啊电啊电啊 这么都电不了三千八百块钱 到了十二点半 我顿懒心无 你真是想我多瘦啊 我不完了 有武汉华送他三个字 捞烟子 之后 我想卖慕斯就卖慕斯 而且我发现 我买到的东西更便宜了 那么是不是跟我一样 捧到这种雷尸的桃楼呢 可以在评论区 互相留言讨论一下啊 好了今天到这里啦 拜拜